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着那一对奇怪的人们从门外走进去 这对人犹如仪仗一般 有人拙甲持刀 也有人捧着心艳华服 神色肃穆难言 有人要从牢里被放出来了 他心中闪过这样的鸣雾 然后又颓然躺下 外头的大雨愈发激烈 水正渗进来 何等漫长的折磨呀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不久 那一对人来到了老叔晚的牢门前 灰盛已经发动 泽州大军军营 一切已经肃杀的几乎要凝固起来 距离斩杀王师童只有一天了 没有人能够轻松的起来 孙奇同样回到了军营坐镇 有人正将城内一些不安的消息不断的传回来 那是关于大光明教的 孙奇看了只是按兵不动 哼 跳梁小丑 随他们去 宁义与方承夜走出了院子 一路穿过了泽州的市集长街 紧张感虽然弥漫 但人们依旧在如常的生活着 市集上 店铺开着门 小贩偶尔叫门 一些仙人在茶馆中聚集 大牢里 游红浊看着外面透过来的阴沉的天色 隐约觉得 什么事情正要发生 大光明教的英雄大会 在城内寺庙的广场上举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群在城内揭露大光明教与虎王勾结 故意陷害陆陵人 然后施恩内幕的陆陵舞者也已经出现了 回首的是一名手持八角混同棍的九历战阵的英雄 巴比龙王使劲 这几年来 他在对抗女真人的战阵中杀出了赫赫威名 也是如今中原之地最令人敬佩的舞者之一 赤风山大变之后 他出现在泽州城的会场上 也顿时令得许多人对大光明教的观感发生了摇摆 佛王林宗武也终于正面站了出来 此时中原大帝的最强一战便要展开了 临近身时 城中的天色已渐渐露出了一丝明媚 下午的风停了 触目所及 这个城市渐渐安静下来 泽州城外 一拨数百人的流民绝望地冲击了孙启军队的营地 被斩杀大半 当日光推开云霾 从天空吐出光芒时 城外的坡地上 士兵已经在阳光下收拾那燃血的战场 远远地被拦在泽州城外的部分流民 也能够看到这一幕 少量性存者被连城长串抓进城中 城门处注意着事态的包打亭快速奔走 向城中许多茶室中聚集的平民们描述着这一幕 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团 亦有亦在各处聚集 巡视 试图在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混乱中出一份力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层次上 陆安民与麾下一些下属来回奔走 游说此时参与泽州运作的各个环节的官员 试图尽可能地救下一些人 缓冲那必然会来的厄运 这是他们唯一可做之事 然而只要孙起的军队掌控此地 田里还有稻子 他们又岂会停止收割呢 如同天灾来时动物们的活动 察觉到了危险之后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人们也都以各自的行事尽可能地选择着抗争 宁毅与方承叶走在街道上 看着远远近近的这一切肃杀中的胶着 人们粉饰平静后的忐忑 黑旗真的会来吗 那些恶鬼又是否会在城内弄出一场大乱呢 即便孙起军及时镇压 又会有多少人遭到波及 孩子们追打奔跑过脏乱的菜市 可能是家长的妇人们在不远处的门口看着这一切 南方的情况其实还好 吐蕃的环境艰苦一些 郭药师的残步去了那边 你是知道的 我们有过一些摩擦 但他们不敢惹我们 从吐蕃到湘南苗江 我们一共有三个据点 这两年 内部的改造和整顿是要务 上下一条心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往日里我插手太多 固然可以振奋士气 但是内力要发展 不能寄托于一个人 希望他们能真心认同一些想法 脑子要再多动一点 想得要更深一点 他们想要的将来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暂时不多出现 也并不是坏事 那老师这几年 没事的时候讲讲课 你前后有几批师兄弟 被找过来 跟我一起讨论了华夏军的将来 光有口号不行 刚领要细 理论要经得起推敲和计算 四明的事情 你们应该也已经讨论过好几遍了 民族 民权 民生 民智 我一章五十他们说过几次 但 民族 民权 民生 大致简大致简单些 民智 一时间似乎有些无从下手 宁一扭头 看了看他 醋眉笑了起来 宁脑子火 确实是只猴子 能想到这些 很不简单了 民智 是个根本的大方向 与格物 与各方面的思想相连 放在南面 是以它为刚 先兴格物 北面的话 对于民智 得换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说 理解华夏二字的 极为开了民智 这毕竟是个开端 方程也想了想 他还是有些犹豫 但终于点了点头 然而这几年 他们查得太厉害 以往逐迹的手段 不好明智用 这次的事情之后 就可以动起来了 田湖按捺不住 我们也等了好久 正好杀鸡静候 宁一低声说着 笑了笑 对了 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吧 嗯 过去两条街 是父母前在时的家 父母过世之后 我回来将地方卖了 这边一片 我十岁前尝来 方程也说着 面上保持着 吊耳郎当的神色 与街边一个大叔 打了个招呼 为宁义身份 稍作遮掩之后 两人才继续 开始往前走 开客栈的李希叔 往日里挺照顾 我后来也过来了几次 替他打跑过闹事的混子 不过 他这个人软弱怕事 将来就算乱起来 也不好发展重用 宁一拍了拍他的肩膀 过得片刻方道 凶过这里 乱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吗 想过 方程也沉默了片刻 点了点头 他跟我爹娘死尸比起来 也不会更惨了吧 娘也看着他 方程也微微低下头 随后又露出了千亿的目光 其实 老师 我这几天 也曾想过 要不要警告身边的人 早些离开这里 只随意想想 当然不会这样去做 老师 他们如果 遇上麻烦 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 我不会说无关 就当是有关系好了 我想要太平 大家也想要太平 城外的恶鬼 何尝不想活 而我是黑旗 就要做我的事情 当初 跟随老师上课时 他们也有句话 说得很对 总是屁股决定立场 我现在 也是这样想的 既然选了做的地方 夫人之人 只会坏更多事情 宁以目光平静下来 却微微摇了摇头 这个想法很危险 他敏捷的说法不对 我早就说过 可惜当初 未曾说的太偷 他去年外出办事 手段太狠 受了处分 不将敌人当人看 可以理解 不将百姓当人看 手段狠毒 就不太好了 他 方承叶愣了半声 想要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宁以 只是摇了摇头 并会细说 过得片刻 方承叶说道 但宁以 不将其他认识 不辩认 不辩知 对错真理 择周之事 我等的对错 与他们的 终究是不同的 宁以确实摇头 不 恰恰是相同的 他们转出了这片菜市 走向前方 大光明教的寺庙 已经近在眼前了 此时 这街巷外头 守着大光明教的僧众 弟子 宁以与方承叶走上前去时 却有人 首先迎了过来 将他们 从侧门 迎接进去 对于自方 在大光明教中 也有安排 方承叶自然见怪不惯 相对于当初大肆征兵 后来多少 还有个体系的 伪旗 虎王等势力 大光明教这种 广揽群雄 来者不去的 陆林组织 活该被渗透成筛子 他在暗中活动久了 才真正明白 花夏军中 数次整风整肃 到底有着多大的意义 只是这一路前行 周围的陆林人 便多了起来 过了大光明教的后门 前方寺庙广场上 更是陆林群雄聚集 远远看去 怕不有上千人的规模 引他们进来的人 将两人带上二楼僧房 聚集在过道上的人 也都给二人让步 两人在一处栏杆边 停了下来 周围看来都是形容 各异的陆林好汉 甚至有男有女 只是置身其中 才会觉得气氛怪异 恐怕都是宁义带着来的 黑棋成员们 这廊道位于五场一角 下方早被人占满 而在前方那五场中央 两拨人明显正在对峙 这边便如同戏台一般 有人靠过来 低声与宁义说话 实际知道了 这次大光明教 与虎王内部勾结的计划 领着赤风山群雄过来 方才将事情当众揭传 救王氏同世家 大光明教想要借此机会 令众人归心是真 而且 或许还会将众人陷于危险境地 不过 是英雄这边内部有问题 方才找到那透露消息的人 犯了口供 说是被使劲等人逼供的 将这些事情说完 介绍一分 那人退后一步 方程夜心中却涌着疑惑 忍不住低声道 老师 宁义看着前方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世间是非对错 是有万事不义的真理的 这真理有两条 理解他们 基本上便能了解世间一切的对错 他虽然未曾砍方程夜 但口中的话语并未停下 平静而又温和 这两条真理的第一条 叫做天敌不仁 它的意思是 如在我们世界的一切事物的 是不可变的客观规律 这世界上 只要符合规律 什么都可能发生 只要符合规律 什么都能发生 不会因为我们的期待 而有半点的转移 它的计算跟数学是一样的 赢格的 不是含糊和冷魔两可的 而构成对错衡量的第二条真理 是生命都有自己的倾向性 我们姑且叫做万物有灵 世界很苦 你可以憎恨这个世界 但有一点是不可变的 只要是人 都会为了那些好东西而感到温暖 可以感到幸福和满足 你会觉得开心 看到积极向上的东西 你会有积极向上的情绪 万物都有倾向 所以 这第二条 不可变的真理 当你理解了这两条 一切都只是算解了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赘续第779章 听众朋友们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八雅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